并且设定我们的编码方式为UT68 然后再来就算数预算值的应用 那另外的话最后稍微简单说一下 那其实这个环境 懒人包其实 因为我已经帮各位把它建立起来 可是如果将来你不要用我的懒人包 你希望自己去 网路上自己去找 比如说我们不要Windows吧 假设你像有些东西是用Mac 或者用Ubuntu用Linus的话 那你要怎么重新 再建立一个一样的环境 其实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 你可以到什么 第一步就是有点像自助餐 我讲过 我只是把那个自助餐先帮你们 先弄好 你放旁边的 OK这样你们比较方便 第一个你要先去装什么 装那个就是拍 你打一个Google Python 你这边有个download 你可以去download到 那在Python里面的话 理论上预设是Windows版 当然如果你要Linus版或Mac版 这边也有 有没有 你如果是环境不同 你就自己去抓 然后把它装 装起来的话 不过安装的时候 它可能会预设路径很长一串 它可能是装在什么 哪一个users 哪一个 比较很长一串 那我理论上我都是装在根目录 比如低叠的Python的3732这样子 比较好找 OK装一个Python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Eclipse 如果你要手动装的话 你也可以到什么 到那个Google打一个那个 这个什么Eclipse 打一个Eclipse OK这样enter 然后呢 这边的话会出现什么Eclipse的官网 就这一个 那里面的话也会有download 那特别注意 它这边有个download 不过它这边进来的话 预设就是直接download 不过我是建议 因为预设这个版本 它比较庞大 它好像预设好像不知道哪一个 我习惯是download 底下这边有个download package download package里面可以让你再选 那我的习惯 预设好像是这个吧 就是enterprise的版本 它的档案好像300多Mbps 那我这一次抓的 好像我是抓这个 Java的第三个这一个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的那个Windows版在这里 如果你的 像现在蛮多人 我就蛮多用Mac的 你这边有个Mac版本 然后有Linux版本 这边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在不同的平台上 去装这个环境也是一样 第一部Python 第二部Eclipse 不过呢 特别之后Eclipse这个是什么 Java的版本 那我一直想说 它会不会出一个Eclipse Eclipse ID for什么 for Python 理论上应该是要有了 不过目前还是没有 不过在想说 会不会再过一段时间会出现 没有的话怎么办 你就必须要自己加个外挂 那怎么加外挂 特别是 将来如果你要加外挂 请你到哪里 到Helper Helper里面有个 Install new software 你就告诉他说 Add 我要增加一个 像我们那个PyDip 是我预先已经帮会装好 所以如果未来 你们自己下载 比如Linux版或Mac版 那你要装那个外挂的话 记得从哪里 从Helper里面 Install new software Add的一个 然后那个路径的话 特别是 因为我在那个E 第一个单元里面 这边有一个路径 就是那个 安装外挂这里 那那个的网址 就是PyDip的网址 就这一个 所以你想要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那个Eclipse里面的 这个Name我也用一样了 反正网址 Location Location 就这个 这个跟这个 你OK之后的话 然后呢 它就会跳出 你是不是要安装外挂 你就是 然后就下一步 下一步 它就帮你把那个PyDip 可以装到 你的Eclipse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 你的环境就OK啦 不过因为 这个要花蛮多时间安装 那所以呢 我懒人包就跳过这一段 所以未来 如果你们回去 假如说你要自己 重新做一个环境 不是用我的懒人包的话 那步骤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 一先到那个Python下载 二 Eclipse 三的话呢 就 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后把它Add 刚刚那个网址 下一步下一步 就OK 再来剩下的就是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一样要建新专案嘛 一样要设定 那这些都固定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部分OK之后 我们就要来看 第二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刚刚那个加减乘除 那我刚刚讲到 比较重要的 加减乘除 这个比较简单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是这个 %这个 求余数 这个未来也会用到 然后呢 除除是求 除完之后的整数部分 这边有 然后这个是指数 就是 7的二次方 那你可以写成7乘乘2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关系运算值 比如说你要比较两个是不是一样 或者两个是不是不一样 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然后像not and of等等的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要接着来讲有关逻辑部分 因为程式里面一定要逻辑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写个什么逻辑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写一个年纪的判断 那年纪的判断要怎么写 比如说我今天要需要写一支程式 就是让他第一个请输入年龄 那我要怎么接下来也许就是 1我要在这边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新的专 新的module 所以一样 other 找到module name的话也许 我们给一个 这个打中文没关系 我打一个年龄 ok 如果今天我今天要判断年龄 好 然后按finish 那这边会跳要不要template 你都cancel好了 这边也cancel 然后你就把程式打在这里 那因为我先demo给各位看 这个是做完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 诶 run给各位看 比如我run这个 它会出现什么 如果今天呢 run 呃 请输入年龄 有没有 那如果今天输入 17岁 他会跳出什么呢 未成年 ok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我今天是18岁到30岁是青年 31岁到65岁是壮年 反之就是老年 那逻辑该怎么写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我刚刚讲的部分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有关那个逻辑的部分了 那